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越发叫嚷的火热 它被用在一生只做一件事 还做到极致的人们身上 此刻我来到了拱县罗渡苗族乡 拱县腊染被国务院公布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在四川首批农村生产生活遗产名录中 眼前这位雄宗会大师 便是拱县腊染省级非遗传承人 熊大姐今天喝得水了 我今年五十一了 从事大藏好多年了 已经三十多年了 三十六年了 你是个哪个学生呢 这个王老师 他也是非物中原化 成立个生级传承人 是吧 那你呢 现在我也是生级传承人了 对 对 王老师把这个非议的帮就交给你了 一代一代相传接力 只为不丢失老祖宗传下来的记忆 腊染在岁月的长河中 成为着照亮苗族姑娘们的那一缕光 和大家简单交流之后 熊大师说 带我体验一下 这个富有魅力的苗族腊染 我们腊染的第一波花腊 哦 这个 欢迎你在这个体验也好吧 我也体验哈 这些工具都是啥子工具呢 这个是喇叭 这是喇嘛 这是喇咕 哎呦 我感觉我本首本首的 熊大师 你哪儿 我来好好休息啊 好吗 来来 请 请 好 哎 这样子 哎 嗯 啊 西瓜 这是我们拿的第二部 采染料的原材料 这个是啥子呢 这是蓝颠西瓜 哦蓝颠啊 停泡个四五天 泡出颜色了以后 就把石灰水放在蓝颠里面 那就变成蓝色 就可以染我们的布作品起来 哦是这个变成颜色是吧 哦好神奇好神奇 哦那这个接下来干什么呢 这个就是染布嘛 现在在水里面泡 清泡 哦 直接把它放下去了 就这样放下去 要这样要染个两三个小时 哦就这样翻翻覆覆的是吧 对 你看我们的变成蓝色了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清洗了 开始清洗了吗 好 压得压得 这个好漂亮好漂亮 嗯 这个下部就放在锅里面的煮 嗯 然后就把这个作品放在锅里面 嗯 主要把这个蜡烛掉 哦这样就好 那个火纹就自然就会出来 煮的话就是要一直这样搅拌 哇 哇好神奇 这个蜡烛掉这个火纹就出来了 现在是湿的嘛 嗯 我们做的有些成品 哦 在展示厅里面那边的 哦 就在那边给看我们的作品嘛 要得 啊 小哥 啊 这些都是我们的蜡烛的成品嘛 啊 全部都展示在这里面 我觉得这个不叫成品 这个叫艺术品 哈哈哈哈 哎呀 熊老师 熊老师啊 就是通过这么长生的体验 我就感觉 你们这个苗族的蜡烛啊 不管是 祖宫 工序 劳动强度 包括世界 都非常非常的久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年 你坚持下来 的意义又是啥子呢 你这个蜡烛嘛 是我们苗族的结业嘛 嗯 所以要把这个蜡烛坚持下来 嗯 不要让它 嗯 断掉 如果是我们不坚持下来的话 也减和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话 都不晓得这个蜡烛是什么东西 哦 你坚持下来就是为了子子孙孙 不能晓得你们自己免除的文化 自己的记忆 不能忘根 几十年的蜡烛岁月中 有困难 有委屈 但这仅仅只是差距 因为对蜡烛的钟爱 才有了如今的成绩 未来也将继续坚持与创新 让蜡烛记忆延续下去 工序蜡烛经过多年的发展 也遇到一些问题 主要是创新与创成 创新就是如何 把传统手工艺与当代计划 传承是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 加入进来 成为我们的一般人 传统手工艺需要在守旧中创新 同时又需要前辈力量 在记忆基础的夯实中 不遗余力地传授 培养更多的接力者 这是现状 也是蜡烛传承人正在突破的瓶颈 去接力 传承再去创造 新生 想要去迎合当下年轻人的品味 去做一些所谓的创新 这种创新其实只是在一些颜色材质上的一些变化 而不是真正的创新 可能更多的需要传承人们去吸纳更老一辈人 其实在我们博物馆的收藏品中 比如说二三十年代的 这样一些老的这种手工艺品 他们其实是很有震撼力的 他们是能够真正地信当代年轻人的 然后另外呢 这样一些新的新生力量 能够更好的加入进来 在老一代的这种努力和新一代人的加入中 他们摩擦出更多的火花 然后才可以把这种传统手工艺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得到一种延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